调整一下 因为你到更衣室有个十分钟时间说一说 调整一下打法 像这种级别的球星 应该说拿了十来分 而且跑几个战术分就进来了 这都能这么玩 实在没人呢 所以当时换人人家还幻想 当时还蠢的球迷在那唱响新的篮下组合 也别组合了 反正搁谁都一样 你杰弗里斯跟西尔顿 阿姆斯特朗也好 阿姆斯特朗跟海耶斯也好 海耶斯跟斯科拉也好 斯科拉跟那个阿姆斯特朗也好 都那样 赛季开始前 我们当时预测是 我们抱着预测是倒数一次 火箭倒数一次 就是净不住两个人